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却坚持每天要来卫公家 一边学习家务国一边帮助受伤的他 即便此后侍郎商欲 英的身影还会每天出现在卫公家中 渐渐成为侍郎生活中不可缺的一员 就这样两人正式结下了缘分 受父亲卫公切子的影响 侍郎一直想要成为正义的伙伴 而且私底下也在练习魔法 不过始终没有取得什么突破 然而英反倒是没什么追求 要不是被同学拉进了公道部 他可能还只有在卫公家做饭的爱好 但这平静的日子并没有过太久 侍郎很快就发现英原来和与他同性的原版宁认识 而且圣爱对他的态度看起来也逐渐变得反感 一年后的一天晚上 他送英回剑童家的宅地 却意外听到了虫鸣声 大冬天的应该不心惨在叫人坏掉这一套 感到奇怪的他正要走去查看 却碰到了走出来的英的祖父剑童张燕 张燕感谢了他对英的照顾 在侍郎在自报家门之后 张燕却反问侍郎 爱因自不倫家的女孩还好吗 随后就回屋了 而就在侍郎不迷就里的回家的路上 他却碰到了一个身材娇小的白发少女 少女甚至还进入了一直以来 侍郎做的关于东木大火的梦境里 以大哥哥的口吻重复侍郎 还让侍郎赶紧召唤 不然就会死 一觉醒来后 整个世界好像都不对劲了起来 新闻里报道了东木当地事故中家 鹰也开始变得莫名其妙 第一次早饭都没吃就离开了卫公家 还劝侍郎放学时早点回家 果然今天的社团活动因此取消了 但挂念阴安全的侍郎 来到他的教室却没有见到阴 反而见到了圣二 圣二随即就以自己还有很多式样盲为由 请侍郎帮他打扫公道部的教室 而老好人的侍郎也答应了 这一打扫就到了漫玩 接下来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桥段 侍郎被一名蓝衣枪兵追杀 中途被圆百年救下保住一命 但回到家后 他还是没能摆脱枪兵的纠缠 就在这时切磁此前埋在侍郎体内 能够保证侍郎从极大的伤害中 再生的阿宝龙发挥了作用 成为了侍郎召唤出Saber的美剑 并帮助他成功击退的枪兵 侍郎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被支援 入到这一场圣杯战争之中 圣杯战争简单来说就是由七名狱卒 为了获得实现一切愿望的小圣杯 而分别召唤出七名不同阶子的英灵作为从者 指挥他们不将厮杀 直至决出最后一名圣者的竞赛 但竞赛的结果也有可能引发灾难 侍郎梦中那场东墓大火 就是十年前的上一次圣杯战争的产物 而告诉他这一切的 是东墓教堂的神父严峰齐礼 同时也是上一次圣杯战争的参与者之一 以及这场圣杯战争的监督者 侍郎由此坚定了身为Saber御主参战的决心 要以自己的方式打倒邪恶的存在 确保这次圣杯战争不再产生悲剧的结局 不过这时白发少女来到了教堂 和守候在教堂外的Saber 和刚走出教堂的侍郎与林碰上了 他继续称呼侍郎为大哥哥 随机自爆家门 原来他叫伊莉亚 逢爱因自卫伦 也就是张燕此前口中 那个爱因自卫伦家的女孩 紧接着他便召唤出了狂战士 和Saber打了起来 然而指的Saber明显不是Basaka的对手 侍郎勤急之下为Saber挡了刀 自己也陷入了平时状态 好在阿瓦隆让他迅速恢复 随后就和Saber全身而退 但在回家的路上 两人却意外碰到Ryder 正在吸食女同学的血液 而此时操纵Ryder的 则恰好是圣二 侍郎非常惊讶 但圣二表示 自己所属的剑童家 本来就是圣杯战争三大家族之一 身为长者的他 参战有什么奇怪的 接着就命令Ryder去和Saber一战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Saber只消一击 就把Ryder打飞牢远 圣二还想强行让Ryder再战 可实力不足的他 甚至还把自己用来指挥Ryder的魔法 输给烧毁了 无奈之下 此好撤退 而张燕因此也确认 圣二根本没法指望 侍郎也从张燕和圣二的行动言语中 敏锐地意识到 殷可能会被卷入到这场风波中来 侍郎和Saber随后就把同学送到教堂 由神父这名监督者进行救治 而侍郎也从神父和Saber口中 得知了父亲卫公切瓷 参与上一次圣杯战争的经过 原来Saber也是切瓷在上次圣杯战争中 召唤的重扯 因此他便以切齿熟人的名义 住进了卫公家 同样住进卫公家的 还有被侍郎担心留在尖童家 会出什么意外的阴 在这时 林发现Castor的据点扭动式有异常 于是放弃了和侍郎作对的想法 提议和他组成临时同盟 一起搞清楚是在发展的真实状况 但还没等侍郎出发 圣二就找上了门 不仅打了阴还要将他带回去 圣二当然不同意 圣二却以为侍郎是舍得阴的肉体 为了阻止圣二 因不得不先表示对圣二的服从 换取圣二不再对侍郎动手的承诺 让圣二就这样离开了 侍郎由此更加坚定了守护鹰的决心 随后侍郎和灵变带着重者一同开始调查 不过暂时之前 Asacin已经开始出手 和早上门来的蓝衣枪兵大战了一番 虽然Lancer的大招贯穿死级之枪 自带避重的效果 但再避重的枪也得扔出去才做数 就在他扔出去之前 Asacin的大招妄想新衣 已经率先掏出并捏爆了Lancer的心脏 再加上还有黑影这个怪物的助阵 Lancer自然败下阵来 紧接着侍郎异行人便碰到了张燕 只见张燕控制着显然已经死了的Caster 手持破魔之剑就要破坏侍郎和Sabre之间的契约 但Archer对此早有准备 毕竟他的本体就是另一个事件线上的 已经成为英灵的侍郎 对剧本自然是烂熟于心 而正在这时 黑影却突然出来搅局 将Caster的仇恨转移 让侍郎和Sabre躲过了足以致命的袭击 张燕现状不得不匆匆退场 于是黑影接下来就把枪口对准了他们 为了保护灵 侍郎再次挺身而出 接下了黑影的攻击 好在并没有接触到他的本体 侍郎很快醒过来被Sabre扶回了家 迎接他们的自然就是早有预感 等在门前 优息如焚的鹰 由此鹰得知了侍郎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的危险 并且托服Sabre一定要保护好侍郎 第二天 神父便把侍郎约出来见面 告诉了他 关于昨天这一切的情报 原来神父也不是什么善查 他袭击了Lancer的原狱主 取得了对Lancer的指挥权 并且他来到柳洞市外探查情报 却发现不甘心尖头家失败的张燕 以及对身处柳洞市的Caster一行人下了手 并且以Caster召唤出的伪Asacin作为魔力员 召唤出了真Asacin 恶万哈桑 由此神父让Lancer对付Asacin Lancer却一去杳无音信 因为论战里 Asacin绝不是Lancer的对手 神父轻松推测出了黑影的存在 以及黑影疯狂吸收东木居民魔力 导致近期事件频发的事实 要是继续放任黑影 东木将成为空城 于是他向侍郎透露 黑影身处柳洞市的情报 让这个正义的伙伴前去击败黑影 由于Lancer要先去应付张燕 侍郎和Caster召唤自探索柳洞市 但张燕已经提前带着Asacin来到这里 并且成功分割战场 让侍郎被迫直面张燕 在张燕指挥的重置围攻下 侍郎只好释放令咒 让Caba先击退Asacin 但没料到在另一边 Caba的疯王结界 没能影响Asacin分毫 还要被黑影缠住 并且吞噬掉了 侍郎眼见手上的契约令咒消失 便知道他已经失去了Caba 眼看侍郎即将命上Asacin手下 Rida却赶到现场保护了他 还非常漂亮地击退了Asacin 随后伸长公寓的退场了 独留侍郎一个人在雪地上呼唤和寻找Caba 并且消化失去御主资格的这个心酸的事实 而回到家之后 等着他的 依然还是那个被冷到不行的鹰 侍郎只得借口Caba提前回国 继续和鹰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生活 并且跟鹰说明了 自己以后夜里出门的次数还会更多 就不用继续在门口等他回来了 随即他便为了揭开黑影的真相 踏上了独自作战的道路 不过就在此时 他却碰到了伊利亚 伊利亚以御主只有晚上才作战为由 并不和他敌对 反倒和他亲近起来 随后他就又碰到了林 林邀请他到家里来喝下午茶 侍郎却在林小时候的照片里 发现了他和鹰曾经扎着同样的发带 而在得知鹰受动发烧的消息后 林也是非常的担心 立刻跟着侍郎来到卫公家探望鹰 但他们回来之后 却发现鹰不见踪影 原来这时的鹰已经被圣儿劫持到学校的图书馆 等侍郎赶到图书馆 鹰已经被戴上了一枚耳醉 而且脖子上还被圣儿架着刀 圣儿表示 只要侍郎能跟Rider对战而不落下风 他就放了鹰 不过侍郎整会是从者的对手 只好先利用图书馆的地形迂回 即便如此 他还是被Rider打倒了 但没想到Rider其实留了一手 随即就将侍郎甩向空中 为他创造了机会 夺走了圣儿手上的刀 救下了鹰 圣儿大为震惊 随即发现 侍郎原来还会使用魔法 不禁气急败坏 转身要命令Rider杀了侍郎 好在此时林和阿甲破窗而来 并且使用宝石魔术 成功制止了Rider 圣儿还不死心 继续要由魔法书 强行命令Rider起身 但一旁的鹰终于绷不住了 估执请求Rider 不要再继续为圣儿效率 于是圣儿手中的魔法书 再次被毁 而Rider则满状态回到了鹰身边 林健壮由此明白了一切 毕竟他之前 已经在剑童家找到了修炼房 意识到剑童家的魔术血脉已经断绝 于是张燕选择培养了 从原版家过季而来的鹰 作为魔术师 并且由他召唤Rider参加圣辈战争 至于圣儿则毫无魔术之字 只不过出于忌妒 逼迫鹰用令咒 把Rider的指令权转让给他而已 由于令咒只有三话 一旦用完 Rider就想获得自由 因此圣儿已经再也不可能 重获Rider的指令权 眼看被揭穿了所有的底牌 狗急跳墙的他 还想让鹰听命杀了四郎和林 但这已经违背了他 从此不对四郎动手的承诺 鹰坚决不从 圣儿于是破罐破摔 直接让鹰的耳醉破碎了 里面的药剂泄露了出来 直接就让鹰体内的魔力开始失控 好在Rider及时将鹰带到了教堂 由神父用光了全部魔力 才勉强治好了他 四郎和林因此也知道了 鹰体内已经被克应虫 也就是一种有生命的魔术回路 侵蚀了11年 只要克应虫还在鹰体内 就会不断吸食他的生命经历 恐怕只有圣杯的力量 才能帮助鹰彻底摆脱他们 不料林此时作为东牧师的管理者 站了出来 要处决掉鹰这个无法控制 自己魔力的魔术师 即便他就是自己的亲生妹妹 他也不能放任他再去袭击无辜的人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鹰已经逃跑了 还好四郎赶在林之前成功找到了鹰 鹰起初表现得非常抗拒 还自曝当初之所以坚信四郎 都是出于张艳的指示而已 但四郎的态度非常坚决 于是鹰坚持不住了 坦承自己真的放不下四郎 想要守护和四郎共处的这段 对他而言唯一有意义的时光 不用说四郎当然也是这么想的 他一把抱住了鹰 完全揭露了他的过去和现在 决心守护他 不让他再哭泣 成为只属于鹰一个人的正义的伙伴 为了帮助鹰赢得圣杯战争 从而用圣杯的力量让鹰恢复 四郎决定寻求其他魔术师的帮助 以打败最大的对手张艳 并且吩咐鹰不要出门 以免被张艳袭击 然而那个耳罪里面装着的 其实是能够让他敏感度提升的魅药 在他的驱使下 鹰体内的克应虫已经苏醒过来 坚持不了多久了 独自出外探查前报的四郎 又撞伤了伊莉亚和张艳的对决 面对已经在黑影中黑化的西巴 巴萨卡一马当先上前迎战 但他转眼就被黑影缠上 并被西巴一刀切成了两截 不过由于巴萨卡的十二试炼的特性 他再次复活应战黑西巴 而四郎也上前保护了伊莉亚 并且被赶来的阿甲救出了战场 重复安全的伊莉亚开始呼唤巴萨卡 让他全力激发战力 但架不住黑西巴 魔力充足 叨叨烈火 巴萨卡最终还是被击溃了 侍郎也试图换回黑西巴的记忆 但阿甲醒和不断逼近的黑影 很快让他们被迫逃命 阿甲虽然打败了阿甲醒 但却为了保护林而被黑影中伤 阿甲只好选择展开 智天赋七重圆环 为身后的三人挡下黑影 如潮水般的攻击 但自己和侍郎的性命也危在旦夕 阿甲只能牵下左臂 移植给侍郎 保住了他的性命 把守护伊莉亚和林的重任 都交给了侍郎 虽然三人平安地回到了卫公家 但面对用红布包着一条手臂 身后还跟着林和伊莉亚的侍郎 英的内心一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再加上英偷听到了侍郎和林的对话 才知道原来林和自己一样 也是在初中的时候 被侍郎一遍遍尝试跳高 却失败的场景所吸引 因此内心都有了属于侍郎的一个位置 英突然感觉到对姐姐的嫉妒 担心林会把侍郎从他身边夺走 这样的话 他就连和侍郎共处的回忆都守不住了 于是当晚 他终于选择主动出击 借向侍郎寻求共摩的机会 于当晚进行了第一次补摩 这时之后 林和伊莉亚便住在了卫公家 利用阿卡手臂里 爱因自卫人的知识训练侍郎 让他掌握了真正的投影魔术 也就是复制建国的任意一块冷兵器的能力 而且英也放下了心房 接受了侍郎为他拼命的事实 也和林真正相认了 由此也度过了一段相对来说幸福的时光 但英没有一的事到的是 因为之前他已经被张燕植入圣边碎片 变成了和伊莉亚差不多的小圣杯 加上他不想失去侍郎的负面情绪的刺激 圣杯内的此时全部之恶 安哥拉曼纽已经逐渐将他支配 让他在晚上不知不觉地梦游袭击路人 也因此被在上一个圣杯战争中获得的肉体 留在县世的虫子金闪闪受讨伐 但由于大义和向心 金闪闪被鹰瞬间秒叉 吞噬掉他的鹰获得了巨大魔力 却难以消化 这样鹰特地堕落了 开始对东木事类的生命大肆屠杀 然后拖着严重内伤的躯体回到了威公家 但即便如此 侍郎和林还是没有 或者说白鹰和第二天东木 发生了异常关联在一起 决定还是先对付张燕和黑影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 阿萨行直接找到了侍郎 让他跟张燕见面 而张燕对他的要求 竟然是要击败那个黑影 侍郎这才知道 黑影就是圣碑自身溢出的意识 并不算是张燕真正的同伙 而张燕也知道 侍郎实力有限 因此退而求其次 要求他去破坏 放任黑影溢出的门 也就是杀死 那个已经被改造成小圣碑的鹰本人 以免鹰的意识彻底消失时 让黑影重演东木十年前的悲剧 如果他还想要成为像切瓷一样 为救食人 宁愿牺牲一人的正义的伙伴 那么鹰会成为他的敌人 在纠结了一天之后 侍郎拿着刀来到了鹰的卧室 挣扎了片刻 又拿着刀走出了卧室 在这之后 装睡的鹰默默流下了眼泪 在侍郎离开后 鹰的内心也有了决断 他将最后一话另一咒 用来命令Rider保护侍郎 没跟任何人告别 就离开了卫公家 想要独自一人回到尖童家 阻止张燕 但圣二很快就发现了鹰 本性难以的他立刻要对鹰施虐 原本鹰只想忍耐了事 然后一想到侍郎 他便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没想到圣二哪壶不开提哪壶 甚至威胁鹰 要把他已经被玷污的事实 告诉侍郎 这直接刺激到了鹰 让黑影的触手瞬间就杀掉了圣二 可能是因为一切来得太快 鹰还没来得及接受这个既定的事实 意识便瞬间被黑影所支配 还没等侍郎赶到剑童家 鹰就黑化了 张燕向赶来的侍郎表示 要求他去杀死鹰 已经让圣二一回来就略带鹰 都是为了让鹰彻底堕落 而随后赶到的Rider击败了张燕 带着侍郎一路就往魏公家跑 并且鹰此时已经在魏公家的庭院现身 想要抢走伊利亚 鹰想要用宝石魔术阻止鹰 但却因为实力差距过大 瞬间被打倒 眼看鹰即将吞噬掉银 侍郎终于赶了回来 但他却首先选择去救银 这又让鹰嫉妒并愤怒了 鹰说他的这副样子并非张燕的控制 而是他为了真正占据侍郎 而变得疯狂的结果 然后就要杀死侍郎 此时的Rider基于鹰之前的命令 出手保护了侍郎 但也因此被突然出现的黑色把击倒 伊利亚见状终于不再旁观 表示愿意跟鹰一起走 还会带他回古堡 达到完成圣杯的最后钥匙 侍郎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 只得先将灵送到神父处救治 神父指出张燕应该是要通过夺取鹰的身体 再让伊利亚担当圣杯的角色 来完成某个愿望 因为他也不愿意看到张燕得手 所以他会帮助侍郎夺回伊利亚 两人由此一同前往爱家古堡 侍郎很快探明了伊利亚的所在 神父于是直接把侍郎扔了进去 此时的伊利亚在屋内也下定了决心 毕竟他们的使命就是完成圣杯 只要容器合适 哪怕容器不是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恰巧侍郎此时破窗而入 还劝他没有必要为了身外之物牺牲自我 还没等伊利亚反应过来 神父便将他迅速带离了古堡 不过这时的鹰也感受到了侍郎的气息 立刻派出已经黑化的巴萨卡前去追击 阿萨行也追了上来 神父只好中途留下来抵挡他 让侍郎带着伊利亚赶紧逃 摆脱追杀后神父回到教堂 没想到张燕早已在此伏击 让阿萨行伺机取他性命 不过阿萨行的大招却在这时失效了 原来神父的心脏已经在上一次圣杯战争中被污染 不是纯粹的人类的心脏了 阿萨行大招落空 反而被神父定住 随即神父便冲上了教堂的屋顶 一下子找到了张燕 并用一发圣典洗礼 就将张燕的距离彻底彻底毁掉了 另一边逃到半路的侍郎和伊利亚 很快就被移到鸿沟挡去去路 伊利亚知道巴萨卡是要找他的 劝侍郎快逃 但侍郎表示 我已经不能再逃了 随即解除了阿萨手臂的封印 用阿萨的能力投射出了射杀百头 击败了巴萨卡 而到最后巴萨卡也恢复了理事 将伊利亚交由侍郎守护后便退场了 但是作为使用红A手臂的代价 侍郎当场就昏厥了过去 并且如果用的次数多了 他就会被其中的魔力侵蚀 有可能会因此失去所有的记忆和意识 因此在游戏中 使用红A手臂的次数决定了最终能够通往的结局 因为见识到了侍郎的决心 醒来之后伊利亚主动向侍郎揭露了圣杯战争的真相 原来圣杯家族的另外两个家族 就在安因兹贝伦和原版家族 御主事实上相当于召唤从者 并用尖童家发明的令咒操纵从者的工具人 而无论谁赢谁输 六名书家的灵魂一旦注入 安因兹贝伦创造了圣杯术室 就可以作为燃料启动大圣杯 也就是原版领地上的魔法阵 之所以费那么大劲 就是为了抵达根源这一魔术室的终极目标 除了原版家是真正正正追求抵达根源的 另外两家的目的各不相同 安因兹贝伦是为了重振第三魔术 也就是灵魂物质化的术室 又迷天之碑的荣光 想要利用根源的魔力 造出更完美的人偶 尖童家则是为了驱除世间一切之恶 至于改变因的黑影的实质 则是圣杯战争的第八阶值 Avenger 阿格拉曼柳的肉体 他生前是由某个村子集体选出的 承受世间所有之恶的反英雄 在第三次圣杯战争中 被安因兹贝伦召唤了出来 但由于太过于弱机 很快就被击败而被圣杯吸收了 但没想到因祸得福 圣杯从而真正实现了他的愿望 不断汲取世间全部之恶 圣杯中的力量因此受到了污染 还成功通过第三魔法 让安格拉曼柳得到了肉体 这是借由鹰的黑化 给了阿格拉曼柳孵化的机会 如果让阿格拉曼柳完成孵化 不仅鹰会彻底的迷失 整个世界都会被这个圣杯制造的怪物给吞噬 于是为了对抗黑鹰 侍郎在两位伙伴的建议下 借助安因兹贝伦和原版家的记忆 投影出了原版家的秘宝 宝石剑作为大决战的秘密武器 但这也让Ryder担心 侍郎会用宝石剑来伤害鹰 但侍郎向他保证 无论如何他都只会选择拯救鹰的 因此Ryder放心下来 与侍郎建立了临时契约 并和侍郎与林一起前往大空洞 准备和鹰决战 另一边鹰在大空洞里显得相当痛苦 他一举杀掉了寄生在自己体内 试图夺着自己的脏眼和阿萨行 但得到了自由之后 反而是更大的迷失与无助 鱼杀更加的堕落了 另一边狮狼一行人也来到了大空洞 他们首先遇到了黑Saber 黑Saber硬硬的要求把鹰放过去了 让他们姐妹两人好好酗旧 另一边Ryder则担当了此事 对战Saber的最大战力 这也是动画唯一一次 可以让母亏见Ryder强大的战斗 主要是因为平时圣儿拉夸 日常被坑 只见Ryder利用石化魔眼和强大的机动性 把冷宝具随便开着Saber牵制住了 让Saber空有圣剑 而打不出来 最后Pack狮狼开出智天赋七重圆环 硬接Saber大招 Ryder也展开宝具 斗气花马 一举打败了Saber 而我们的狮狼则是趁机装了一臂 让Ryder姐恢复好了 就赶快过来 自己先去帮铃出散 这边再让我们看看鹰和铃的姐妹对决 因为拿到了宝石剑 铃直接和鹰打了个势军力敌 这让觉得自己变得很厉害 可以秒杀铃的鹰不能接受 甚至有点恼羞成怒 于是姐姐就贴心的解释了一番 是的 虽然你通过吞噬灵魂 获得了几乎用不完的魔力 但是我也通过宝石剑 从平行宇宙获得了相应的魔力 偏偏我们两个一次能释放的魔力的量 是一样的 就好像我们都有一缸水 但是我们用来打水的勺子是一样大的 除非你突然突破自己的极限 可以一次放出更多魔力 不然你无论如何乳利都无法战胜我 然姐姐的解释却没让妹妹感恩 反而是更加的愤怒了 从小一直就想追赶的姐姐 本以为终于超过一次 却不想这么容易的又被打脸 所幸灵也不想浪费时间 靠着一些大刀 直接飞身带着小刀扑向了鹰 但是出乎鹰的预料的是 鹰并没有用刀刺自己 而是给了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反倒是鹰自己倒了下去 这一刻鹰突然意识到了姐姐的爱 意识到了自己一直渴求的东西 其实一直存在 只不过这次又被自己给破坏了 鹰获得了片刻的清醒 恰好这时侍郎赶来 然而这时的黑鹰已经完全自主 面对他的攻击 鹰拼命劝阻 侍郎带着鹰逃跑 让他自己接受死亡的命运 但侍郎不为所动 还是奋力来到了鹰面前 即使身体已经明显被无限剑制侵蚀 他还是顶着黑鹰的攻击 投影出了Caster的破魔之剑 亲手解除了黑鹰与鹰的联系 让随后赶来的Rider带走了两姐妹 不过没想到的是 在大圣杯前等着侍郎的 竟然还有比鹰更扭曲的神父 原来神父认为 当他人感到不幸的时候 自己才会感到幸福 并且坚信 拼尽全力 一边肉模一边给对方化聊 而到了最后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当过Lancer的御主 受到了信于一的影响 神父的生命力只差一点 率先耗尽 在提醒侍郎 尽最后御主的责任之后 便倒下了 于是侍郎决定耗尽最后的生命力 也要毁掉大圣杯 不过此时伊利亚却穿着天之衣 及时出现在了侍郎面前 询问他是否真的想活下去 侍郎尽管纠结 但还是求生的欲望站了上方 向伊利亚说 他想要活下来 等他回过神来 想要阻止伊利亚 此时的他却已经连 想起伊利亚的名字都歼来了 伊利亚见状 便用侍郎保护他同样的理由 保护了侍郎 毕竟他原本就是侍郎 同父异母的姐姐 是切齿和在上一次 圣杯战争时 结识的安伊兹贝伦 人造人的女儿 在看战前 切齿向他约定过 肯定会回家 但最后他等来的却是 父亲背叛家族 一去不回的结局 由此他对切齿和侍郎 一度充满了憎恨 不过在来到东木参战之后 他也逐渐得着了切齿 曾经数次回去找过他 只是由于魔力衰退 而无法进入古堡见面的事实 慢慢理解了 世郎和切齿共有的 那份想要守护 重要之人的心情 因此他只身走入了大声碑 发动了第三魔法 将世郎的灵魂拯救了回来 而就在不久前 奄奄一息的脏眼本体 也看到了穿着天之衣的伊利亚 回想起了500年前的玉三家 一同为驱逐世间 全部之恶立下的誓言的场景 后悔自己明明只差一步 却因为500年来 扭曲的直恋 功亏一篑 随后坠入了岩浆 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就这样 圣杯战争宣告结束 林和英开始作为一对 普通的姐妹 继续着他们的生活 英独自一人留在了围公家 Rider也由于英身为小圣杯 拥有巨量魔力 而得以保持现实 但他们都没有放弃 让侍郎回归的希望 终于他们获得了一具 足以以假乱真的自动人偶 通过魔法 世狼的灵魂 在这具人偶上重生了 世狼因此得以过障 跟正常人相差无几的生活 而英也终于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幸福 到这里 故事圆满结束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一定不要忘记 按赞订阅留言转发 在评论区和我分享你的看法 我是阿雪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See ya by bwd6